今天很感谢这个组织者 那我来给大家共享一下 这个塑料加工工业的 这个智能化的发展 现在大家可以注意到 如果打开电视看报纸 听到最多的名字是大书记 物联网工业10.0 中国制造2025 如果你注意到 过去刚刚结束的两会 最类的名字是什么 AR2.0 昨天我刚刚从北京回来 因为前天被喊去 给国家基金委 总结一下在大数据下 智能制造我们中国的 发展的这个roadmap 写本本 写给领导看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该怎么做 所以呢 今天很高兴 分享一下我自己 个人的这个见解 以及我们以前 围绕着这个自能化 自动化做的工作 很高兴 前面我们两位 演讲者 这个是同行 他们都是在 工业4.0或者塑料机械 的践行者 我呢是作为大学教授 这个是 务虚的 这个一直在做研究 但是呢我们也研究了这么几十年 我们也想 把我们的研究 作为一个技术 贡献和服务我们的行业 我的题目稍微改了一下 我想大家如果是 还在塑料工业里面的话 大家都可以问一下 我们这个行业 还赚钱吗 这是一 第二 你赚钱 到底赚多少钱 工业4.0也好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到老板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能不能多赚一点钱 多发一点给员工 所以我就把这个题目改了一改 这个塑料工业 现在来说赚钱很少 叫威力时代 在威力时代 最重要的干什么 不仅仅是把机器连起来 最重要的是什么 提值真效 提高质量 增加效果 当然手段是什么 自动化 把工业4.0实现 前面两位演讲者 在这个工业4.0 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我还是想花一分钟时间 讲一下 至于1.0 2.0 3.0 大家都很清楚了 4.0是什么 4.0我认为是工业发展的 最美好的想象 还没来的 下一代工业革命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说下一代工业革命是互联网的时代 是大数据的时代 是CPS的时代 我是搞自动化的 我说是自动化的时代 我们注重也是搞自动化的 这个CPS 互联网是手段 不是目的 是吧 数据 大数据来源是什么 来于感知 没有数据 没有感知 那是拍脑袋 数据来了以后 感知多了以后 把很多设备连起来 连起来也不是目的 也是手段 连起来的目的干啥 机器要 become intelligent 具有智慧 智慧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个人没有智慧 那是不知道学习 不知道跟别人学习 不知道跟同行学习 所以把机器连起来的目的干啥 最于学习 在于提高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机器连起来以后要自学 要互学 当然这么多信息都连起来以后 大数据 一大堆数据在那地方有什么用 数据放在那地方 并不是一大堆数据 大数据就不一定是好事 这数据要给组织起来 所以数据要自活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的目的干啥 做好的决策 做好的决策干嘛 要自我优化 所以说我是搞自动化的 尽管在化工系 也不这么搞化工 所以我就说 黄泵卖瓜 自卖之夸 所以说工业4.0干啥 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 不需要或者很少人参与的自动化 当然这个理解有点偏颇 当然我们在看 我们输入工业 现在是几点几了 我们都说4.0 是吧 很好 有的企业还说 我们已经4.0了 我感觉到这是有点太理想化了 我们还在4.0跟共产主义一样 永远在路上 这是目标 不可能是今天实现 我可不可能是明天实现 是很漫长的路 那我们工业是 塑料工业在什么地方 我感觉到还没到3.0 还没到3.0 理由是什么 有些东西已经做得不错了 有些东西 今天我们讲的前面两位讲的最多的是什么 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 但为什么要讲互联互通 我们的行业里面还有很多地方 没有连起来 信息还是信息导 各自为政 甚至有些控制 都没有真正实现所谓的闭环控制 所以我们的工业 总体来说 还没达到3.0 还没达到3.0 一个人要会 跑步之前 首先要学会走路 是吧 我们是底下从现有的基础 怎么走到工业4.0 所以我大概来说 我们总的工业大概来说 还就是 没达4.0 还就2.5 而底下来说 那我们怎么走 我们的行业 大家在座的 可能搞自动化的 都很清楚 自动化很清楚 我们行业 其实这个塑料工业是很大的一个行业 很重要 今天没有塑料 大家没法好 是吧 塑料行业其实它可以分身 四个行业 第一个 原材料行业 第二个是 塑料机械行业 我们在座的两位老总 都是塑料机械行业 第三个是模具行业 第四个行业是什么 我拿了材料 拿了出机 拿了模具 干啥 做塑料产品 叫塑料加工行业 是吧 这四个行业 我们这个行业发展非常快 这个数据有点老 但这个数据我刚刚刷新了 2015年的时候 我们塑料工业的产值是2.15万亿人民币 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好不好 其实我们差距还很大 这个当然有点 应该刷新一下 在我们书记协会 朱总 朱会长的内容下 这几年我们国家的书记 产值增加得非常之快 这个数据现在来说 我们这个是要比较好一点 但我们就看我们住宿机这个行业 大概我们生产了全世界70%的数据 理论上该赚多少钱 赚70%的这个行业的钱 实际上我们远远没有达到 住宿机行业赚的钱 我们可以算一下 当然这个体内大概据说的是 百分之十二十三了 可能很快吧 跑到十四去了 但尽管你算百分之二十 甚至百分之三十好了 你百分之七十的机器 赚了百分之三十的行业 我们算一笔账了 我们这个行业赚钱不多 赚钱不多 为什么不赚钱不多 并不是说赚钱不多 并不是说我们大陆家要活了一疯 我们不是活了一疯 能赚钱我们肯定还得要赚更多的钱 为什么赚钱不多 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差距 怎么解决差距 无非两条路 一我们把机器 机械部件做得更好 这是一 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投入 第二 能不能从信息化的手段来受 我机械还OK 我用信息化手段来 把机器做事做得更好 我经常开玩笑 五十年前一百年前 我赚的钱比在座的各位要多 为什么呢 我快头大呀 我力气大呀 现在来说 你说谁快头大赚的钱少 赚的赚多那是糊扯了 现在看什么 是大佬赚钱 是吧 所以说我们要发展机器本身 同时更重要的是 要发展我们要个好的大佬 但说起来说 最好的大佬是 最大的大佬是什么 大佬就是控制系统 所以我认为是 要解决我们国家的 塑料行业的体质生效 最重要的是什么 把我们大佬做好一点 当然为了做这件事 说容易 做起来也很困难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 非常奥可的中心 叫高分子成型过程 高分子成型过程 在座的处理行业 都是把塑料做成产品 这就是很多都来做 还有一个叫系统中心 集系统中心 系统是什么 自动化 或者是信息化的手段 为什么我们起这么奥可的名字 就是我们要从信息的 角度来说 解决高分子成型过程度的问题 在这个奥可的名字 我们起了一个 ACRANAME 叫CPPS Center for Polymer Processing Systems CPPS 我们很感谢一些意见 给我们的朋友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进行一些合作 这合作有松散的 有紧密的 注重就跟我们 合作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我们 我感觉到 我们做这件事呢 我这一辈子 大学学的自动化 离开了校门以后 没离开校门 从本科毕业了以后 出去以后 去外面留学以后 就一直跟住所 没离开过 这是三十年前 我的网 都我 当时很年轻 当时的机器是全世界 这个机器比我年纪大 现在很难找到 机器年纪比我大的 所以我这个 我们八十年代 有危机控制 后来我们做了全世界最精密的 注硕 控制系统 成本很高 这个学者是说 我们都做最好的 后来我发觉 这个不好 这个光做最好的 不一定行业上的有用 后来我们经历了一条路 把最好的保留下来 能不能把成本降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说 一定要换大脑 把成本不增加的前提下 我们能做好事 这个我们经过了路干代的努力 现在我们在做成这么一个大脑的东西 我们叫MUST MUST 在座的各位 我就不解 翻译了 MUST有很多层的含义 就是一个必须 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含义 我们这个行业必须转型生机 必须体制生效 不是中央电视台报纸上说的事 我们的行业切切实实 必须转型生机 那转型生机怎么转 我们在转型生机转之前 我们去看看 我们进口的书籍 跟我们亚洲照的书籍 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进口的书籍有很多好的 很多好的我就不念了 一个不好的太贵了 是吧 我们亚洲的书籍有很多不好的 但是卖的还挺好 为什么 最重要的 价格合适 那现在呢 就是说理想的说高老师 你去搞住宿机 这个控制 看来 用外国人的控制器 不就行了吗 我们行业里面 确实有点在用外国人的控制器 但是问题没解决 但是问题没解决 为什么没解决 我们中国书籍协会的会长在这 我感觉到这么简单的比方 控制器是个骑士 助书籍是个马 是不是 外国的书籍是什么 很幸福很听话 这个骑士不是要水平太高 我们的书籍不太听话 你还要把马跑得按照你的路线 跑得又快又好 所以需要骑士的水平 是吧 所以说外国的骑士不行 我们要开发我们自己的骑士 开发我们自己的骑士 也并不是说说开发就开发 最重要的是干啥 这个骑士干啥的 这个骑士是控制住宿过程的 必须充分了解住宿过程的特性 很遗憾 包括外国的骑士 不是用的住宿过程特性的控制方法 控制策略来控制住宿机 导致了成本很高 当然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住宿过程有什么特点 我们住宿过程大家 大家可能说高老师 你这个东西要跟我们讲 住宿过程分一个路线阶段 这是大家很清楚 不同阶段干不同的活 大家很清楚 最重要的一点干啥 我不断地重复干同一件事 不断地重复干同一件事 这是我们最大的特点 外国机器 没认识到这个 它是要做最快的机械 最好的东西 用的什么策略 这个自身策略是我第一个 跟日本人在一起合作用的 自身策略是一个反馈控制策略 反馈控制是什么 是一个知错能改的策略 知错能改啥 最重要的是大错之前要改掉 必须我的机械 我的布 我的伐 我的三省 必须很快 没有利用住宿机的本身的特点 我这住宿过程是不但重复的 这个策略成本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十年前 十五年前跟日本人合作 造了全世界最精密的 也是最贵的住宿机 后来我们企业界提到 哎呀高老师你能不能做便宜一点 也做精 我就认识到住宿过程不断重复 不断重复 这个呢就是用了一个叫什么 知错能改的策略 这是一个叫什么 从奔鸟先飞的策略 上次我没做好 这次我做更好一点 但是你看看 我们的书机 这个马 它也不是每次都是特别听话 不一定完全重复 但是基本上重复 它具有重复特性 也有不重复特性 我们提出了一个 要把它两者结合 叫知错能改 与奔鸟先飞想结合的 具体道理我不讲了 我们提出了一个叫二维时间控制 我们还拿了个教育部 国家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发现了这个自然规律 完事以后 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处 教授嘛 还要讲一点道理 这东西为什么能写 我们把这个每一个住宿批次 看成一个一次一次的 一次一次的 一般来说 我是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我要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我不要站在这地方讲课了 我数钱都来不及 股票下一分钟是涨了跌 我不知道 一般情况是不知道 但住宿过程一定程度上你是知道的 我完全可以知道以前批次 以前批次今后事件发生了什么 是吧 外国人搞的控制器 他只是说 哎哟我只能知道过去的信息 他不用以前批次今后事件的信息 这是最大的本质 所以我们开放了这个方面的控制系统 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不错 当然最终住宿干擦 为了做好的产品吧 好的产品有这些手段 每个阶段的关键参数来决定的 是吧 我简单看一下 用我们这个策略 用我们亚洲的数据 效果怎么样 这是温度 你看这个温度 从室温上去 没有任何草条 非常准 没有任何草条 这是放大了以后 我们用你现有的sensor 用你现有的acturator 用你现有的机器 我温度控制在 整个走水度 我控制在零点几度 零点二零点三度 非常准 这个我们污密 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有的同行说 高老师你污密我们亚洲的数据 说是马不好 我证明一下我没污密 我们给了同一个指令 这骑士给了同一个指令 看看马怎么跑 跑了几十次 这是注数速度的测量 你可以看 好像每次都不太一样 是吧 你可以想象 这样的注数速度出去 每次的表面光机都会不会一样 重量会不会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数机 视频率高啊 为什么我宁可花五倍六倍的钱 还去买德国的机器啊 用我们的策略 这是你想要的绿的 这是你得到的 效果还不错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用别的参数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展开了 这是我们定位 这是没有我们的 用我们的 效果非常明显 这是一个参数 当然这个地方这个参数都随时在变 我们说了机械行业的同行 不断地在努力 这几年变化非常之大 可以说五年前 我们中国的数据 跟澳美的数据 性能差别巨大 现在来说这个 还有gap 但是gap 逐渐在缩小 这是国内的 不是我们亚洲的数据 这是欧美的数据 这是 还是我们亚洲的数据 用了我们科大的技术的性能 你可以看每个参数都比欧美的好 每个参数都比欧美好 但最好的一条是什么 你不需要把机器做得特别贵啊 不需要把机器做得特别贵啊 我们你原来用比例发 我用比例发实行壁画 你原来是副发 我是副发壁画 不需要改什么东西 换一个大脑就行 然后人家同伴就说 你换了大脑以后 到底有什么效果啊 就是我们在一家港字企业 做特系工业开关的企业 用了我们的他的机器 换了我们的控制系统以后的一些比较参数 他做了27款不同的产品 他原来非品力 开头还跟我说没有 后来说跟我说高老师 没有一家没有的 原来的瓶颈非品力大概3% 因为我们以后践到了很低 还是有 还是有 非常小 我看到这个数据以后我非常失望 但这位老先生打电话给我说要到科技大学去感谢我 我说我们这么好的技术还有非品啊 他后来给我算了一个他的案例 他说我原来3%的非品力啊 这个我其实也就赚的钱很少 威力这个字啊 我从他那地方学来的 我们这行业是威力啊 大概也就5%的利力 他说作为老板我最关心的是啥 做啊 他说你变成0.2以后干啥了 利力从原来的5%涨到了8% 他原来说一台机器刨掉人工 刨掉水电 刨掉材料 刨掉省耗油啊 一台机器可能赚500块钱一天 用了我们这个技术以后一天可以赚800块 2.7%的量品力的提高导致了它的利润增加了60% 增加了60% 如果你现在是很赚钱 不需要用我们的技术 如果你还是威力 我感觉你从利润增加60% 不错啊 他给我又算了一笔账 他说用你这个机器刨需要多少钱 两个月 两个月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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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贩毒也不一定做到两个月 大学教授不应该讲贩毒这个事啊 哎 我想那后来他说 我在想我们光是量品力提高一点吗 还有别的好处 除了量品力以外还有什么好处 这是一个没用我们的 用我们的比较 这是一天的产品重量的比较 他这个做的是某一家企业做的产品质量要求不高 他跟我说这都是合格的 你搞这么高精密的控制器有啥用啊 没用 你看这地方我都是合格的 你这地方也合格 唯一的好处是啥 你早一点进入稳炭 我也不着急 我等一等以后进入稳炭以后我都是合格的 这一下子把我搞懵了 我说这个好像是精密控制没啥用啊 你看这地方都合格的 后来我一琢磨 你看看他这地方都是合格的 没废品 是吧 他的重量不负这么大 我现在傻乎乎的 你重量这么窄 除了找一点进入稳炭以外 没什么别的好处 后来我一琢磨 不对 我那个这么精确 为什么把重量 平均重量还放在这儿 我可以做到卡边嘛 卡边完了以后有什么好处 我卖同样价位的产品 产品用料更少了 用料更少 用的能量更少了 用的能量更少了 我的周期可以更短了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 不经济可以更 非频率可以降低 同时生产效率可以提高 是吧 所以这个人更早稳 更省料 更精能 更结实 哎 有的人说了 高老师你做的这个栏 就是工业四地雷了吗 没有 做的这个是最多是三地雷 你可以注意到我讲的都是机密控制 机密住所 这个是八十年代我们天天喊的 但实际过程当中我们还没做到 现在资源控制怎么做 资源控制怎么做 这个行业是三个东西的组合 材料 模具 书机组合 要做到资源智慧 必须三者有机组合 我看小姑娘举了牌了 我讲快一点 怎么就叫智慧 我刚才讲的一大块 是精密 做精密了 什么叫智慧 有三个定义指标 一 出没出事 你要知道 出没出事 你要知道 第二 怎么做事 你要知道 怎么做事 就是设定 调及事做的 第三 最重要干啥 有好的质量 有好的效果 当然要做到这些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 What's happening inside mode 如果模具里面 什么状态发生了 你都不知道 你说你做的是精密 是智能的 那不是瞎子吗 是吧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东西 也做了十几年了 所以要做好精密 智能控制 智能 助数智能 必须有四个方面 各种要坚持 就是刚才这个CAN 讲了SPC SPC是单变量的 其实它多变量的 SPC更重要 在监测干啥 我要知道 出没出事 第二 什么地方出事了 第三 出了事 少了一个自我修复 要把这个事解决掉 只是 我在模具里面要知道 什么状态 什么情况发生了 我最最重要的是 我能知道怎么干活 能知道自我设定 自我优化 当然最最重要的 你要关心 你要知道 我买了一台住宿机以后 今天做这个产品 明天做那个产品 这个产品 跟那个产品的质量 要求不一样 你必须知道 客户关注什么 要关注客户关注的质量 同时更高效率的生产 这才做到智能化 有的人说 高老生做到这个以后 不就工业4.0了吗 没有 做到这个 最多也就是3.1 3.2 撑波头3.5 那底下来说 我简单回顾一下 我做了说了啥 我把这个机器做准转 把这个机器连在一起做智能了 那底下该怎么发展 现在我们中国改革开放 我说三大要素 让我们改革开放 除了党的伟大政策以外 最重要的三大政策 以前我们能很便宜 第二我们地很便宜 第三我们材料很便宜 三十年以后 我们能 无限于金 两回都在说了 我们能是全世界最贵的人之一 国内的人比香港的人还贵 因为无限于金 我在国内广州有一摊 深圳有一摊 深圳有一摊 香港有一摊 我发觉请同样的人 香港什么钱最低 能很贵 材料很贵 地很贵 我们就不要说了 地亡天天产生 那底下我们怎么 怎么我们天天喊资能化工厂 资能化工厂怎么搞 资能化不是目的啊 怎么搞 所以如何在积月之远 提高竞争力很重要 我也现在才提资能化工厂 在资能化工厂 我还没有彻底的解决方案 我们注重 我们CAN都讲了很多方案 我们也在做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在方法上 思想上怎么做 我在新疆工厂之前 我们再看看现状 住宿工厂不是光一个住宿机 它有很多东西 有模具 有温控设备 有传输设备 有这些东西 光一个住宿机 做不了产品 要把这东西串起来 才做产品 我们以前搞的是 单个设备的控制 底下最重要的是 要把产线的控制 我们再看现状 每一个设备供应商 供应自己的设备 每次都说我的设备做得最好 把几个东西 穿在一起 是不是最好 不简单 是不是 所以现在来说 各个设备 各自为证 缺乏信息 这些证 我们花了很大的幅度 在讲 怎么把信息串起来 是吧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 要形成产线 所以我来说 我们的自动化 必须从机器 十倍的自动化 做到产线的自动化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产线中 重要的自动化 我们这行业挑战还挺大 不仅材料成千上万 模具经常换 产线 换产品以后 产线也在换 现在你在想 我们工厂 产线换的时候 考虑吗 这个模温机 跟这个机器 怎么配 拍脑袋 完全拍脑袋 没有科学计策 这个情况还挺快的换 今天要换 不今天 这个礼拜 跟下个礼拜就能换 你也不允许我们烈油厂 要搞三年的研究以后 再决定怎么换 我们今天换 明天就要生产 他有很重要的产品去换 这是投影的需求 这里面在我们挑战太大了 所以不要小看 我们塑料工业 简单不简单 非常非常非常困难 在我们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再看 我们自动化工厂 为什么要搞啊 再看 这是 这个 你看 这个 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的帝王天真产生 现在机器住得很舒服啊 空间很多啊 为什么要机器这么舒服 我能得去啊 是吧 能得去啊 如果我真正自动化了 我还需要能天天跑去吗 不需要了 再看 啊 这个 朱总我应该用 用你们海天的 用你们这个 不创的机器 不应该用海天的机器啊 我下回换一张哈 你看这个 每一个人看着 最终啊 刚才我很欣慰 我们注重也谈到机器跟机器之间的学习 我们阿开也在讲机器跟机器的学习 但现在来说 这机器 尽管我们互联网已经喊了很多年了 4G也出来了 网络都连起来了 但是呢 机器跟机器之间学习的方法 似乎还没有 还是一个信息导 是吧 所以要解决这个东西 第一 做产线的控制 很重要 不是光简单把产品连在一起 产线的集成控制很重要 第二 我的机器跟机器之间得要相互竞争相互学习 所以我们把这个 当然我这地方只画了一台机器 这地方隐含着是个产线 直接要做 系统化的 这个产业好像打错了 产线控制 这是 产线跟产线之间必须相互借鉴 相互竞争 相互提高 有竞争才有进步 第二个 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太切实际 但是可能50年以后 没准还挺切实际 我到20多年前 我到香港的时候 看见我们停车场 这个楼 我说这楼层这么矮 这人怎么住啊 人家跟我说 这不是住人的 这是停车的 是吧 那我们第一次紧张 能不能我们 借解我们香港停车场的概念 机器真是聪明了 我出事了 我去看医生 到这地方来 看完医生就复卫 这样腾出更多的空间 让我们住的舒服一点 我们香港人今居住面积 太可怜了 是吧 底下我们也必须智能化 实现 2015 我们国家 比德国人厉害 德国人都提了工业4.0 我们国家叫 中国制造 2025 咱们什么意思 2025年必须实现呢 不是光一个目标 还有一个时间积点 在那地方 咋走 不是一出而就的事 咋走 第一把我们机器做精密 第二做聪明 第三 更机悦更高效的做事 更机悦更高效的做事 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我们的书机厂造的书机能不能 机械机构能不能更高效的利用 现有的住宿机不高效 要么模具等机器 要么机器等模具 这是一百年还没变过 你看看 要么模具等机器 要么机器等模具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第二个 我们信息的目的必须智能化 第三 我们空间必须更优化 是吧 底下我做个广告 我们这个地方讲了很多工业4.0 工业4.0 我们在大学里面嘛 尽量实现工业4.0在努力 第二呢 我们也在 也在华山论剑 邀请各方的人讨论 同时跟业界交流 我们在广州的南沙 在举办 由香港科技大学 跟新京成型技术协会 联合举办一个叫南沙魔术智能论坛 我是新京成型技术协会的唱史人 他们也让我 我唱史人见过去唱史人 但没让我 我不想当会长 现在他非得还让我当会长 所以我感觉到 就是说 我就在南沙做这个一件事 具体日期呢 5月 正好China Plus 以后 最后 这个阶段肯定麻烦 16到19 还可以 对对 做好了以后 正好到南沙去嘛 在广州做完了以后就去嘛 这是一个晚一点 但我们是在 完全是在 集中在 高分子或者塑料加工的工业室内 以及提高生产效应 大学老师我也知道 大学老师喜欢讲学术 我们这回规定了 不讲学术 面向工业 不要请大学老师来听 要请工业上来听 当然大学老师也很重要 我们也请几个美国的 跟中国的院士 来讲一讲 这个工业4.0怎么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李基教授是 美国白宫工业4.0 自能制造的白宫的顾问 我们把他请来了 第二个是 我们请了 中国知识产权局的局长 陈昌瑜院士 也会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塑料工业 资能化 知识产权怎么布局 同时我们还瞧起一些工业界的人 据说我注重 据说我们的小平 正在跟你 对员工在联系 我希望您也能去 希望I can也能去 我还请一些 解剖 解剖 绿典的 这个总裁 分享一下 他们的企业 为什么 同样做塑料加工的 他们发展为什么这么坏 他也会分享 我想 同时呢 现在我们还跟这个 中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协会都搞上关系 我说这个东西 这个是跟协会有关系的嘛 我们 朱总是会长 我们请了中国塑料机械 协会的领导 中国模具协会的领导 中国塑料加工协会的领导 我自己就不用请了 多来 来分享这个 塑料工业私能化 4.0应该怎么走 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把这个电话 抄一下 这是这个联系方式 同时如果带我们的 你的书机 用新的大蓝 或者你现有的书机 换大蓝 有兴趣 你可以给我联系 或者是给我的同事联系 谢谢大家